真的謝謝大家來 然後看到明晨兄 陳明晨明晨兄 然後方明老師 慧君 智三兄 還有一些前輩 然後如果沒有你們的作品 我是沒有辦法出發去找藤藤長 然後很感謝你們 在前面帶領我們 我是站在你們的肩膀上面才有辦法完成這個作品 非常感謝 對不起 我已經失控了 因為我很想到2019年 當我第一次遇到陳國先生的時候 他問我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覺得我還可以活多久 我跟他說 你還可以活很久 我們要把爸爸的故事說出來給大家聽 然後2022年年底的時候 他看了初見 2023年3月 看完之後他就離開了 所以當剛剛在看這部片的時候 每一幕都是我跟他的曾經 五年真的太快了 但我要說是 我很開心 在五年前我展開了這個紀錄 把他最清楚 最美好 最不願意說 他承擔了七十幾年 不想說的 全都分享了給我 也分享給所有的大家 對不起 我情緒很多 但我真的要謝謝所有 在前面 我們已經做了相當的研究的前輩們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研究 我猜想我們五年都做不完 然後 但是我也深信 這個五年是一個開始 它是一顆小小的種子 這顆種子撥下去之後 我相信這片土地會長出越來越多的小樹 讓我們大家更有機會去看見這片土地的故事 謝謝 謝謝大家 歡迎我們的 湯德章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 然後有幸可以在那麼重要的紀錄片裡面 雖然只有出現一下下 可是就是有幸可以扮演湯德章 然後 另外一個幸運就是 我覺得 就是有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前輩們 被我們犧牲過了 所以 我們現在在台灣可以那麼自由的 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然後我們在台灣 得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去認識自己真正的歷史 對 然後 真的很謝謝 也謝謝 謝謝你們拍出這部紀錄片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導演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19 年的時候 我是中文工作人員 謝謝 你的好嗎 謝謝 感谢观看